投資朋友端午節快樂 感謝各位繼續收看盡責解盤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 多少人又告訴你端午節節氣變盤說 所以早盤的時候趕快把股票賣掉 因為昨天拉回159點 結果各位沒發現嗎 尾盤的時候竟然反過頭來漲了73點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端午節固然是不是節氣變盤 這個我們以後再來討論 但絕對不是這一次 你記不記得我跟你講的話 端午節是台灣的 是中國大陸的 但是你不要忘記 世界杯足球賽這兩個字怎麼念 世界呢 是所有外資的耶 所以昨天的那根黑K棒 我已經跟各位強調了 這叫封球賽 氣看盤 昨天這根黑K棒 純粹是為了什麼 這麼多外資基金經理人 哎唷 我要支持巴西隊 我要支持德國隊 我要支持阿根廷隊 那怎麼辦呢 啊我不能在那邊看盤又在那邊踢足球啊 所以呢先把保本的賣一趟再說嘛 你看有出大量嗎 沒有啊 所以今天為什麼會漲上來 很簡單嘛 昨天糊裡糊塗賣掉的股票呢 今天要買一些回來啊 賣錯的要買回來 這是第一個重點啊 第二個重點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那請問各位一件事 世界杯足球賽是利空嗎 不算是利空耶 只是大家的一個共同行為而已耶 你懂我的意思了沒有 所以為什麼說世界杯足球賽概念股啊 你一定要想辦法 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台灣也不是每個時間都在踢足球嘛 而且呢 人家在播足球的時候 我們剛好是晚上 白天我們可以好好看盤嘛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啊 不管是武豐當股王的那一年啊 或是啊 那麼四年之前 57塊漲到211塊啊 每一次世界杯足球賽啊 你想要做到這件事來 天天看足球 日日賺股票 端午節快樂 那就要跟我來 那就要跟我來 經驗告訴你 而且盡責一定了解這家公司 尤其是就算電視機前面的你不了解 我帶你買在這裡你會怕哦 我們把它遮起來 我帶你買在這裡你會不會怕 哎呦老師啊好像不漲耶 漲起來就是這麼多 57到211 啊老師啊好像不漲耶 漲起來就這麼多啊 57到241多少 3倍半啊 這裡會不會啊 我不要3倍半 我要三支停板可不可以 我先賺三支停板以後再來講可不可以 人家在看世界杯足球賽 最近我老實跟各位說 電視台的記者不是在看美女就是在看帥哥 一點都沒有看到足球賽的內容 那真的我們 我的新聞都快看不下去了 但是不管他看不看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 世界杯足球賽四年一次啊 那麼誰會來拚股價 不就是世界杯足球賽概念股嗎 不就是運動彩券概念股嗎 今天還有一個主播問我一句話 說那外資為什麼昨天賣股票 外資賣的股票會幹嘛呢 買彩券吧 好不好 你跟我說老師啊 台灣錢好難賺啊 人家這個時候給你送公司債 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送公司債 你回頭去想想看 為什麼是這個時候 那麼這個時候剛好世界杯足球賽 全世界的焦點都在看世界杯 所以呢 他這個時候再來送公司債 又讓公司的股價更穩 你說對還是不對啊 我昨天不是告訴你 俄羅斯跟阿拉伯這兩個最弱的 你看 只有我的節目會跟你講足球賽 因為其他人都沒賺到五風啊 我說這兩個最弱的比賽 都還可以往上拉的話 各位注意啊 結果最後咧 5比0啊 那繼續漲 親愛的投資朋友 一檔股票漲了快19塊錢了 10張就19萬了 我跟你講19萬你可以買決賽的門票 你可以坐飛機去看啊 去俄羅斯看啊 先不要講19萬我還要再賺 因為足球才剛開始踢而已 下個月開始天天看足球日日賺股票 我說我的股票有的你會做 叫五風啊 幾乎每天都講給你聽了 現在已經40幾趴了 我寫的都是很乖乖的寫 有的要寫八支漲停我也不反對 可以融資啊 為什麼你不賺 為什麼說這個股票你賺不到 我說賺不到你還有一件事啊 回去看看你兒子有沒有在打電動 有嘛對不對 有沒有在打電動啊 原來上個月的時候你看他在幹嘛 在網路上打電動踢足球啊 所以上個月已經舉辦了什麼 舉辦了網路的世界盃足球賽了 3540要月看到沒有3540要月 上個月舉辦網路的世界盃足球賽 這個月真的來踢了 這樣不就對了嗎 這樣兩支都賺了 兩支這麼賺下去的話 八支漲停板了呢 這裡八塊半剛才那個快20塊 現在28塊錢耶 這不就是你應該要賺到的錢嗎 我問你一件事 我一直跟你強調一件事 不追高 五峰我有追高嗎 你現在來有沒有追高 我不知道哦 我們當時45塊錢絕對不可能追高 因為你剛才看到了 不追高我有沒有做到 長線低檔段有沒有做到 我五峰我很直接告訴你 你不要說老師你賺四支停板 我最起碼摳過三次叫會員朋友 價位都可以加碼 因為到現在為止都還在往上走 看到沒有 除了今天昨天以外 最起碼有三次都有摳會員朋友加碼 做股票就是要這樣穩穩的 五十點五十點五十點這樣才會賺 你說哎老師我很會衝的 我每天在衝國劇 我這一張 一張 對啊沒錯啊 這麼高的股票你當然只敢玩一張 那五峰呢 你敢不敢玩十張啊 二十張啊 老師我每天都衝中美金 一張 還要衝輸 做股票就像你眼睛跟老鼠一樣哦 真的不用賺了 親愛的朋友 我們說過只做最甜蜜上闖波段 什麼叫波段 就是能夠一買再買啊 什麼叫波段 就是你對那張股票一個像這種的 80765峰 所以我跟你講說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我看很多就跟你講說 哎呀我帶你做矽晶圓 我先不好意思講 我不認識矽晶圓啦 不是 這個5483 我不認識矽晶圓啊 我帶你做MOSFIT 我不認識大宗啊 我帶你做那個被動元件 我不認識國劇哦 我連被動元件 我還盡量去幫你找低的 看看能不能賺多一點 我講一句這實在一點的話啊 那個是在節目好看啊 他往我賺的一支停板說 他賺了十幾支 你怎麼知道呢 對你來講不到一支啊 昨天買今天賣 賺兩塊就跑掉了 一千多塊的股票賺兩塊跑掉了 很多呢 我在做什麼事情都很清楚的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我跟你說 在世紀剛40塊的時候 我就估他最起碼有60啊 我怎麼幫你估的 你等一下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5塊漲到40塊 你還敢估到60 真的就給你估啊 40到60給你估的話 你隨時可以買 你不只買一次 我看到很多客人都不只買一次 我說估啊 產值是1650億啊 除以二825億啊 825億的算下來的話 哎呦 那請你注意一下下 那很可能整個一個生產量 增加4.87倍 請問漲4倍合不合理 合理嘛 所以就60啊 這樣懂不懂我的意思啊 那4.87之後 會不會還有更大的一個漲幅 假如毛利又升高的話 是不是又往上漲 從60塊又帶你到92塊2 所以你要找一個老師是要真的知道說 哦原來你知道目標區怎麼去計算的啊 你知道目標區怎麼去計算的啊 我敢跟你說你明天開始會想要做武峰了 你可能賺不到8%5%就又落跑了啊 你千萬不要給我幹這種事情 你幹這種事情只會讓籌碼亂掉之後 讓他漲的速度變慢 我最不喜歡這種情況 如果你知道說 哦 武峰準備要往哪邊去走 走到像這樣的一個目標價的時候 請你有這種興趣的你來找我 我不但知道上去 我還告訴你說請你注意一下下 簽約4月30號之後啊 千萬記得一件事 簽約只是一張白紙是不是啊 簽約只是一張白紙而已啊 所以我4月10號的時候 通通帶你們下車啊 下車之後等他簽完約啊 簽完約之後 你說老師我喜歡買上尾頭控 我是沒有 我是真的必須要告訴你 這次上尾頭控 我比較沒有那麼大的把握 股本才9億而已啊 你看一下連4億剛都還有18億啊 怎麼可能我開發商這麼小一家呢 這樣不太好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真的我必須要這麼形容一件事情 人家那個外資來的每一個都是 那盒子幾百億啊 丟進去有兩三千億啊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啊 再怎麼說他也回到一個 完全的起漲點了 等於說他從頭到尾沒漲了 那我問你一件事 你說老師我就是 昨天就有很多人打電話 跟我說老師我就是喜歡做上尾 我是可以告訴你 這邊應該是有撐啊 沒有意外的話 只要大盤沒意外他這邊有撐 至於說上不上得去 那可能還有另外一件事情來談 但是各位看到沒有 我跟你講說 四季鋼在這個地方撐住之後 會有價差 8塊半 來 各位看到沒有 來 56塊又叫你再買 這是買50哦 這次拉回來56塊又叫你買哦 有沒有創高 本週有沒有創高 昨天說哎呦老師開高走低的 那個風力發力一日行情 看起來好像不太像一日吧 一日的話今天不會煞車嗎 我說過這個缺口已經補掉了 你等一下慢慢聽我講 而且沒發現嗎 這裡沒有賣壓 這裡買進去 怎麼會有人甘願讓他套牢 我不相信 這裡已經算是有點套牢的情況對不對 沒賣 甘願讓他套牢呢 你看一下3708的上尾頭控 好像有賣吧 這根這麼大量 表示這邊 機器人這邊有擔心了 碰到頸線就落跑了 賺一點回來就好 但是這邊沒有 你沒有看到他碰一根大量出來 還沒有 那代表說 他也許要到這邊 或者永遠都不會出現 萬一是永遠不會出現 不是說永遠不會出現 就是在98.7元沒出現 歡迎你想盡辦法跟上 真的能夠讓你端午節快樂 真的能讓你邊看足球邊賺錢 真的能讓你邊看政策邊賺錢 6月後半月到7月 都是以政策為主 歡迎你想盡辦法跟上政策概念股 為什麼這麼說呢 休息一下再跟你講 成都獨故 黃老師運用強勢選股原則 帶您買進低檔黃金股 題材股爆發力股 今天入會 全面68800 68800 機會難得盡情把握 下三線 02752 5868 2752 5868 成都獨故 黃老師因長期操作 極小勝家 所以你找到 非本公司的網站 播放影片之後 而連結到 不是本公司網頁 以及聯絡直訊 所以我們在這裡要提醒所有的投資朋友 如果想要參加黃老師的會員 請撥打電話 022-2752-5868 或者是撥打104查詢 成都獨故 以免上當而讓財富 遭受到損失 參與初線 022-2752-5868 成都獨故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回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成都獨故 擁有股票 期貨 雙震照 帶您領先動行市場 穩健獲利 股網合力 成都獨故 值得托付 02752-5868 那麼影響這個月 行情最重要的叫做 成交量的世界盃足球賽 那我想請問各位 世界盃足球賽 還是在創造新的商機嗎 世界盃足球賽 只是大家沒有去看盤 並不代表基本面變壞嘛 所以呢 你沒發現嗎 你如果看日線 哇 我又來了 我真的是受不了 昨天不曉得 從哪裡 空頭已經空到 已經是走火路模式 空了一整年耶 昨天看到150點跌下來 哎呀不得了 敲鑼打鼓又說 準備金融海嘯 準備崩寒 準備911 準備賓拉登復活 我真的覺得 這真的是 這種節目你還在看 我實在是真的很佩服你 大家都看來笑的 你知道嗎 昨天我已經告訴你說 這是為了世界盃足球賽 人家稍微調節一下 而且你從周線上面去看 你要看一下周線啊 周線上面去看 是跌破這裡嗎 跌破10600嗎 還是跌破10300 還是跌破1萬 不是嘛 在這邊休息休息嘛 休息之後呢 然後就繼續往上走 那休息特別是所謂的 國際型的股票 今天還不錯喔 國際股票一天漲一天跌吧 那一天漲一天跌嘛 那一天漲一天跌之後 那到底什麼股票 比較有機會真的漲上來呢 當然就是屬於國內型的股票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你各位看一下 來 今天呢 哎呦 昨天跌下去今天不是又上來 昨天跌下去 今天這個應該還有一支吧 我看一下 昨天跌下去今天不是又上來 他說老師我就是喜歡做這樣 衝過來衝過去那你去做我沒關係 有本事你賺錢嘛 我是說那表示昨天做到 今天是沒有賺錢嘛 這個時間點做都沒賺錢 因為你如果在之前500塊 我說你500塊進國際 700塊進國際 那當然沒問題 你1000塊以上在做國際的話 我是不是告訴你說 請你看清楚 1000塊錢做國際 最多就是兩成 如果你要空它的話 最多也是兩成 就是這個附近來回了 至於說我為什麼這麼看 你看著辦嘛 對不對 現在是1000塊 不是像當初10塊 每個人都可以參與 參與的人越少的話 股價波動自然會少嘛 這樣合不合理啊 好 那就這麼簡單跟各位說了 指數呢 你會常常看到這個紅的黑的 紅的黑的 我認為就這麼小啦 就這麼小小一個區間 1250到11000 可能就這麼150點 200點之間的一個震盪 你做指數1.1都沒有 但是 很多股票會在這個時候 趕快來做一個表態哦 例如說啊 來 這些題材都很特殊啊 來 這家公司叫大同 它全國有45萬坪的精華土地 板橋也有 南港也有 而且那個取得土地 都是10塊 十幾塊錢那個時候 取得非常嚇人 你知道嗎 等於說幾乎都是利潤啊 天啊 都在什麼中山北路 1.2萬坪啊 所以隨便找一塊蓋起來的話 EPS1.2元的 像這次大同喜悅 就是1.2元啊 你說啊那個老闆 手上的股票那一點點 你說像這種有錢的老闆 會不會想說我趕快來入股啊 這個更厲害的是說 你各位有沒有發覺啊 通常這種資產很大的 一聽到有人要搶他的公司 趕快EPS做成富的 因為很多散戶 一看到EPS做成富的話就 有些公司不好我不要 我問你一件事啊 這好不好 這好不好 就中山北路1.2萬坪就好啦 人家三元件事就下去跟你拼啊 所以請你注意一下下 很多股票現在會開始出現 所謂股權爭霸戰 加上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大同現在在風力發電 以及所謂綠能的一個布局上面 已經是非常的完整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人家還真的是買了10%啊 公告出來的 這不是我講啦 那接下來是不是又要搶 這就是特殊題材啊 這是不是可以看 當然可以看 你說上次那個陸資跑來買 算是他倒楣他叫陸資啊 後來叫港資啊 那為什麼陸資從國外 這麼遠跑來買大同 當然是覺得說哎呦 這是值錢的東西嘛 你會從這裡跑到大陸說 哎呦我去買一個不值錢的 一直往下掉嗎 今天FII跌停板一次 大家就已經挨挨挖了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買股票誰買的不重要 重要是他有沒有那個價值 我認為後面是不是資產股要表現的 從大同開始 哎你可以從這個角度上面去看嘛 我不是叫你買大同 不是叫你去跟人家搶那個股權爭霸戰 只是我也覺得說 像大同這麼好的土地 其實當初他們取得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很直接說 當時的背景跟現在不一樣 當時是一個所謂的戒嚴時代的 那現在回頭來看的時候 這些土地這麼值錢 難道這種情況之下 就把它放在那邊嗎 我覺得這對國家也是一個很大的浪費啊 有人要去搶我覺得也不錯 我是說真的一件事啊 其實我沒錢啊對不對 有錢會跟你搶搶看啊 對不對 這是很自然的情況嘛 所以這種就是很特殊的題材 它股價已經很偏低了 你把那個45萬坪的土地啊 哎唷救命啊 他把45萬坪的土地 有人真的去算耶 5年前6年前我真的幫人家算過一次 算完之後我不敢講啊 我不敢講那個EPS是多少 太嚇人了 你懂得意思了沒有啊 這個連零頭而已 這只是零頭而已啊 我只能這樣告訴你啊 所以你要去想想看說 有些股票它真的在漲 漲真的有它的因素 另外各位來看一下這種 叫做水下基礎鋼板捲 各位知道嗎 這個是75mm 7.5公分厚啊 你可以做到15公分那麼厚 15公分這麼厚 他照常給你凹成這樣彎的 像這個就比較厚看到沒有 這個叫水下基礎捲板機 因為假設你捲的那個 你不要看以為這個鋼圓的很好捲 圓的你最後那個兩個東西要碰在一起 那個最困難的 你不能捲成一個摸 這個摸那個就拿去扔掉了 那塊板子就沒用了 而且這麼厚的狀況之下 還能夠捲得到 全台灣目前我直接告訴你 這只有四季鋼油 而且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我就跟你說過啊 那四季鋼的一個毛利看到沒有 人家毛利已經拉到15%了 你說老師哎呦 有一個玄機耶 營收成長率怎麼-18% 來我們再慢慢說 OK來2013的中鋼購 2%昨天還漲停板 然後這邊-6% 你沒想過做鋼購只有2% 2% 2% 從這個數字就知道說 他沒有進入捲板 對不對 從這個數字你看到沒有 3% 11% 15% 你就知道說這個東西增加了很多的毛利吧 而且我直接告訴你一件事 你要做這個東西因為只有他有 我真的講實話 你100座可能毛利是50% 你如果做一座兩座的話毛利可能兩倍 都可能給你要 因為你沒有嘛 你懂我意思 你只做一座就給你要更貴啊 所以基本上來說的話 很多時候因為他有獨創跟獨家的東西 所以變成是有很多東西是 你不知道的利多啊 而且我們這樣講好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都有幾個到了 我們就來講講這件事 我剛剛跟你講說 這個股票你可以叫做風力發電概念股 太陽能概念股 還有一件事是他資產非常多吧 這個股票也是一模一樣啊 你以為只要做一座太陽城就好了 太陽城不是就是一塊 太陽城有沒有人來工作 號稱有三萬個人要來工作 三萬個人在那邊 你在那邊蓋房子 你在那邊生活 請問一下 太陽城值不值錢啊 這個我就以後再說啦 這個我就以後再說 我就問你一句話 太陽城值不值錢啊 大同明日世界值不值錢啊 你用這個角度去想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這次的事情沒有你想像的那麼簡單 你說對不對啊 川普跟金正恩見面 那個說什麼廢核不廢核 結果大家說那個核彈根本就沒有丟掉 重點不在那裡啊 重點他已經寫信給你了 我要賭場跟麥當勞 賭場是什麼地方 賭場是國營的嘛 全世界的賭場沒有一個不是國營的啊 你國家要抽稅抽很重 我給你特許指導你才可以開賭場 不管你在裡面殺人怎麼辦 炸賭怎麼辦 所以賭場是誰的 是金正恩的 麥當勞一定不是金正恩的嘛 是誰的 美國人的 麥當勞開在哪裡 開在十字路口旁邊啊 你還不知道什麼意思嗎 開在火車站的旁邊啊 金華土地給你 賭場給我 這才是真正他們在談的東西啊 國標市場裡面千萬不要自己在那邊 哎呀 跟著媒體 媒體那些新聞記者 我老實跟你講一件事 照他們講的 我這世人都賭給了 你聽老師講的 才會賭給了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 親愛的投資朋友 像這種月限低一點的股票 你看媒體當初跟你說 哎呀 中環不去啦 那個沒有基本面 我說不用太多啊 這裡的股東十分之一來這邊拉一下 就至少要漲一堆了 一樣啊 萊德不去啦 你去問一些那個阿伯阿公啊 這裡的股東三百五十五塊套牢的 到這邊來拉一下的 只有這麼多了 所以你要知道 什麼叫十八年的韓心儒苦啊 威省不去啦 這裡的股東回來拉一下 又上來 股票市場就是這個事情 上面的股東回來拉一下就上去了 還有一檔股票當然就是連電 連電比較慢 我講的故事是不是一個而一個在發生 那這個會不會長 我跟你講很快啊 股峰都上去了 你還想什麼 歡迎你想盡辦法 在端午節的時候 想辦法趕快辦好手續 端午節之後 還要再更賺啊 這才是你真的要抓到的機會啊 特別是這種世界盃足球賽的時候 就那麼幾檔股票能夠表現 但是你要想辦法跟到對的人 你要想辦法跟到對的題材 我會想盡辦法把對的題材 告訴我的家族成員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現在都還是很好賺的時刻 股票在萬點 低檔 又送你一檔股票了 低檔減黃金 股票上萬點 低檔減五峰 低檔減黃金 低檔減下一檔 就是你應該要做的事 最後祝大家所有的朋友 和家平安 端午節快樂 本投股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Eigen能 vole 有條件 為你會追加 只會有但 活動 有條件 特別為一聯合 永年 分為 有條件 通常 有條件 是 美